我有把它截图下来,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对于那个 操作上面也许不太熟悉了,这个Word Word里面指定方式的定位点,把这个拿掉 再贴过去,贴过去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 先插入一个这个页面,页面名称叫Home 然后就是一个Lets View 再一个有圆角,就是那个Data Insert 这样就出来,再来就是说 把那个项目符号选取之后,用Ui的那个 Li的Count 这个类别,就做出来了 类似像这样子 那这来后面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如果做成静态的啦,我们先 你就变成说 比较麻烦一些些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能够有箭头 旁边的箭头,箭头是因为有做超连结,就会有箭头出来 那就是说我要连接到万华区 北投区 信义区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需要再,如果说静态的话 不是撰写程式 那我会需要再做出类似像 这边看到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这是第一页,对不对 那其实它只是上面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图,在它底色而已 那这个超连结,按下去 要跳什么,万华区 那所以呢,我需要怎么样呢 把万华区里面所有的资料带出来 那里面只是说多了什么东西 多了它的名称 地址 电话 对不对 名称 地址电话 所以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的资料在哪里呢 我的资料 就在这里 那名称 名称 然后这边的话 名称 地址电话 那多一个什么,联络电话 一笔,两笔,三笔 所以如果说我可以把以Sale的资料 变成这样的结构 然后再放到Word里面 再贴过来 不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只是说麻烦一点是 我们的分区 必须万华区 一个区块 然后在北投区 就是说要做那个前置的作业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在城市里面 这个是动态的 它是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不过写的方式 可能各位 对各位来说 我觉得 太高竿了 恐怕如果你将来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的话 应该已经 太了不起了 OK 那所以 一般人不是这么了不起 所以 还是用那种 比较静态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做 所以怎么样可以把 这个资料做出来 并且能够跳页 跳过去 那只是说我要变成说多做几个页面 有12区 所以做出12区的资料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么多了 那么多了 谢谢大家